2023年1月1日,克里昂与灵魂沟通,传导V Carol,译者扬声传导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磁力服务的克里昂 有人说,疏导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这不符合你们所学到的可能是真理的东西 因此,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是真相,什么是真实呢? 我是磁力大师,26年前,我通过他的自由选择在这个星球上认识了我的伴侣 他多次告诉你们我们是如何相遇的故事,以及他不愿相信我是真实的 他可能告诉过你们他第一次独自一人在黑暗中,第一次坐在椅子上说 如果你们在那里,那就给我看看 在那一刻,他的脸、大脑、心脏和松果体都同步了,并要求发出讯号 工程师不是一个信徒,但他表达了知道的兴趣 这允许我进入他的视野,但他得到的是他没有预料到的 因为当他坐在椅子上时,他哭了,这是一种情绪涌上心头 泪水顺着脸颊流下,他立刻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他很生气,他不喜欢,这是一种控制 他说,他没有要求感受任何情绪,但必须是这样 所以他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做,原因是因为工程师,他身上的伪科学家,得到了一种他无法解释的因果关系 所以他再次这样做,没有言语,没有资讯,没有建议,只有情感 亲爱的朋友们,这是当他的心亮起来的时候,当他与真正的自己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这是我们能够从他的脑海中走出来 只是他的内心的时候,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明白发生了什么 并对他感到舒服,最终意识到他应该与你们分享 我的搭档告诉人们,上帝变得更大了 这是他从未听过的 他开始使用诸如宇宙的物理学家大师是上帝之类的术语 他意识到,你们对科学的了解越多 你们对造物主的了解就越多 物理和灵性之间没有分离 正是男人和女人,评级他们的自由选择和逻辑 选择将自己与上帝的威延分开 因此,我们在这里,审视什么可能是真相和现实 那些倾听的人要么相信,要么不相信这可能是一个真实的资讯 他们仍然好奇我是谁,如果我是你们的一部分呢 如果坐在那里的你们比别人告诉你们的要大呢 你们的偏见的奇异性表明,我一定是一个奇异的实体 很遥远,也许很奇怪 有些人想吸引我,给我披上皮肤和翅膀 给我起个名字,让我成为天使 让我与众不同 我是一件事,因为你们相信你们是一回事 即使在现实中,你们不是,这很难 如果你们能看到你们所说的你们的灵魂的本质 你们就会意识到,在你们的倍数中有倍数 因为上帝不是单一的 你们所说的上帝不是一件事 你们所认为的创造性来源并不是单一的 而是一件事,这是一个无法量化或限定的量化体系中的神圣能量和人爱之爱的汤 这是一切的本质 你们也是这样的人 你们的伪装是在第三维度中感觉你们是独一无二的 你们早上醒来,赵静子 这是你们多年来看到的唯一一张脸 这是一个笑话 这是一个有限维度的把戏 你们比这个大得多 然而,为了这次测试 亲爱的朋友们 为了这次行星体验 亲爱的孩子们 它必须是这样的 尽管有第三维度的面纱 但你们中的许多人开始看到更大的真相 真相越大 它就越仁慈和美丽 我从来没有给过你们一个只有祝贺的资讯 一个爱你们的美好资讯 爱你们在这个星球上所做的一切 爱你们所出的地方 爱你们成为的人 爱你们来自的地方 我从来没有给过你们评判性的资讯 也没有告诉过你们 你们一定是别人或某个地方 我刚刚说过 有了自由选择 你们可以使用一个奇妙的 深奥的工具箱 如果打开它 你们的生活就会改变 我可以开始列举我们谈论了多年的工具 但其中最伟大的是感知爱的能力 对愤怒反映迟钝的能力 改变你们所说的人性的能力 疗愈自己的能力 以及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的能力 超过了预期的时间 在过去的两天里 你们听到科学家告诉你们的事情 和我们多年来一直在教的一样 几年前我们告诉过你们 你们的气候变化是周期性的 我们告诉过你们 在已知的周期中 升温鲜淤降温 你们今天听到了这方面的科学 我们告诉过你们 你们并没有创造当前的变化 现在你们已经听到了科学 告诉你们同样的事情 对这一切背后的科学的研究 仅仅是对来自创造性来源的系统的研究 周期的产生是有原因的 而这个星球 你们的生命 生物学和经济学的周期能量背后的推理 都是作为一族可再生的行星生命 和健康系统的一部分 这些都是你们可以量测和预测的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它们并是硬变化 你们可以意识到这一点 然后说它又来了 然后你们就可以准备 或者做你们想做的事情 那么这些变化并不令人震惊 也不令人惊讶 我们已经告诉过你们了 但在这种情况下 你们坐在一种全新的能量中 在这种能量中 你们从未体验过 你们称之为地球的文明正处于选择的边缘 但它并不是立即发生的 你们的一些社会已经与它合作了50年 能量转移和周期的分配占据了几十年的时间 它们并不是如你们所说的 昙花一现 你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参与了我们称之为行星 灵性觉醒的活动很长时间了 这就像是重大事件的前光标 即使在50年前 这也是一种潜力 现在它已经显现出来了 上帝在里面 你们是上帝 是系统的一部分 我们从一开始就告诉你们这个美丽的资讯 知道你们在天空中没有任何实体来评判你们 这不是很美妙吗 相反 生活是你们为自己建立和创造的爱的场景的一部分 这个系统是仁慈的 并且会继续下去 但有些事情正在发生 你们看 随着地球上的能量开始转移 这让你们更加意识到本周末所叫的这些东西 来自面纱另一端的交流也开始改变其方法 意识开始成长 今天上午在一个简短的频道中 我们以一个八岁的孩子为例 而不是十九岁的孩子 这样做是为了让你们意识到 正如你们的意识从儿童转移到年轻的成年人 他具有与一般人性相同的潜力 从创意来源传递给人类的资讯 主要是通过旧灵魂 开始变得不同 感觉不同 变得更先进 这对一些人来说很可怕 因为它代表着变化 视力与回顾 前段时间我们给了你们关于与圣灵沟通的建议 我们告诉过你们 人类和圣灵使用不同的时间范式进行沟通 我们对时间的看法并不相同 量子状态下没有时间 你们很难想象 但时间属于你们 这不是我们的现实 我们的时间是一个回圈 如果你们想在你们的世界中看到这一点 看看正在发现的与时间有关的量子能量 你们会发现三维世界是非常刻板的 有框的和分段的 但一旦你们走出三维空间 你们就不会去四五六或七维度 你们全力以赴 第四维度之后 物理学变得多元 它不能被编号为五六或七维度 因为这样你们仍然可以在线性系统中计数 你们仍然在三个维度 是的 这是令人困惑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三维度中 你们仍然对它们进行编号 即使没有第五维度这样的东西 但它会帮助你们 因为你们对时间和步骤的感知 来自灵魂的资讯 然而 如果你们明白了这一点 那么你们就明白了 为什么当你们中的一些人 从圣灵那里得到资讯 告诉你们你们属于另一个城市时 你们必须以不同的管道思考 所以搬到那里 事情就会发生 但你们中的许多人跳起来 卖掉一切 然后搬家 然后什么都没发生 这是一次回顾 我们已经告诉你们很多很多次了 我的搭档教授了这个 他用的话语是 谁 让你们现在就做 灵魂会在你们的第三维度中启动之前 很久就揭示出你们的潜力 这些资讯是对你们未来的指导 把握时机 凝制形式 当你们觉得移动是正确的时候 就移动 现在 这是自由意志 但需要一点点努力 如果圣灵说起来 行动就不是自由意志 因此 当你们收到这些资讯时 要谨慎并理解 你们得到了一个美丽的资讯 它可能会在另一个地方为你们 带来更多 然后理解并环顾四周 感受时机 利用你们的直觉能力 和你们正在发现的工具来知道什么时候该去 这是对我们过去说过的话的回顾 但亲爱的医们 还有更多 还有很多 因为事情开始转变和改变 因为人类以某种管道思考和反应 你们需要知道这种能量有什么不同 当你们学会阅读时 你们就有了阅读入门 你们中的一些 人记得这本书当神经元在你们的身体中连接并聚集在一起 语言变成了你们的语言 你们认出了这些字词 然后开始阅读 入门是一种被使用的工具 对于你们的意识 在你们的社会中 它起了作用 现在我想问你们一件事 今天的入门课在哪里呢 你们带着它吗 答案是否定的 当然不是 这是因为它所包含的一切都被吸收到你们所称的智力中 被吸收到了你们的细胞知识和结构中 现在你们只需阅读 愿景 资讯和神秘礼物 我希望你们开始将这一点应用于圣灵与你们合作的管道 我们如何向不信的人展示超出他们预期的东西 通常情况下 它是带有幻想或梦境的 那么这个人就有自由的意愿去看他或不看他 它激发了人们的兴趣 假设你们有一个梦想或者对某件事有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感觉 在这个梦中 你们看到了一些新的东西 神经元开始连接 你们开始理解生活中有比你们所学的更多的东西 你们意识到你们实际上有着有效的愿景 慢慢的 你们意识到这些东西正在向你们展示 以帮助你们 你们认为这是一份礼物 你们庆祝他 上帝是不是很棒 听着 我经常收到消息 然后他突然停止了 当神秘的礼物离开时 人类通常会做什么 他们通常会走进一个黑暗的房间 说 亲爱的上帝 我做错了什么 他停了 第一印象是人类失败了 你们有没有想过也许会是相反的情况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以及许多愿景和梦想 已经建立了永久的联系 你们不再需要愿景了 因为现在他们是直观的 在你们的内心 现在 你们将带着曾经伴随着入门知识 愿景 行走在这个星球上 你们毕业了 你们看 这不是你们想的 带你们来到这里的一些情绪和早期的感觉 你们喜欢的 现在已经改变了 因为你们和灵魂走在一起的管道不同了 它在你们体内 你们知道真相 你们不再需要那些简单化的东西来带你们去一个快乐或成熟的地方 你们不再需要简单的拐杖来获得直居思维 相反 你们被要求自己生成他们 你们在梦中的感觉和情绪也在你们的内心得到了照顾 你们可以自己做 你们是独立的 因为你们是一个正在进入更高意识的创造源泉 这不是一蹴而就的 还有其他事情我们从未说过 你们假设事物是线性和奇异的 因为这就是你们周围的事物 我们说过要成为一个觉醒的灵魂 亲爱的朋友们要明白关于现实之外的事情 你们所听到的不仅仅是这些 当你们与你们的灵魂核心建立联系时 这是非常个人化的 你们是创造力源泉的一部分 你们变得警觉 并被其他潜能和个人上帝不可思议的爱唤醒 你们意识到你们是一切的一部分 你们刚刚度过的这个周末 包含了关于周期的深刻教学 如果你们注意 你们会发现生命的许多周期 是你们所看到的范式所独有的 有地球周期 个人灵性周期 天 气 周期 经 记 周期 甚至是基于你们所经历的个人生活周期 然而 不知怎么的 在某种程度上 有一种想法是 如果你们觉醒到灵性 一切都会马上走到一起 亲爱的医们 这不是那样的 打开神秘的能量需要练习和时间来发展智慧 许多觉醒的灵魂都受到困扰 亲爱的灵魂 我发现了你们 我知道你们在那里 我能感受到爱 我觉醒了 我觉醒了 上帝是伟大的 我活出了我的真实 感谢你们让我对自己和我的生活如此平静 但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在我的身体里发生 为什么我不能改变这个习惯 为什么我无法得到你们说的 我可以得到的工作 我相信你们 然后是人类的偏见 你们又一次走进一个黑暗的房间 当没有人看着你们时 你们会问 我做错了什么呢 亲爱的医们 你们对这个过程有多耐心 所有的事情都会在你们通过觉醒而设定的周期内发生 这是一个美丽的设计 在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地点 如果你们有一些事情太快或太晚 系统将无法工作 你们知道你们实际上在控制这一切吗 你们对这些波动和周期 以及它们在你们的情况下的时间了解的越多 你们就越能放松下 来 说 谢谢 我知道它会到来 几年前 我们告诉你们 地球的磁网格是你们意识的一部分 你们的科学已经告诉你们 它会对你们的意识做出反应 你们会受到它的影响 太阳的磁炸格是这一切的一部分 因为它也会影响炸格 这意味着太阳系与你们和你们的意识相连 对周期的耐心 你们中的一些人 已经努力前进了这么长时间 并试图走出飞风度回圈 你们注意到在这方面很难真正前进吗 一件事发生 另一件事消失 所以你们担心它 然后它成为恐惧情景的一部分 更糟糕的是 你们没有意识到它是一波又一波的 所以你们又一次感到沮丧 恐惧造成了与灵魂的脱节 这对你们来说很困难 亲爱的朋友们 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会马上发生 你们必须理解的一件事是 觉醒首先发生 这为你们创造了一条随时间成熟的灵性道路 然后成熟度建立了一种联系 让你们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 并看到它们在你们的未来 它允许智慧正确前进 你们假设一路走来 然后意识到圣灵可能会有更好的东西 一件事会导致另一件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们会逐渐进入一个事情开始发生的地方 然后它开始了 你们发现自己在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地点 从你们曾经的习惯 或你们曾经的丰富问题中爬出来 你们中的一些人回顾过去增说过 这花了足够长的时间 然而你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完美的时机 等了这么久 你们觉得这是惩罚吗 你们觉得你们不配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们已经吸收了地球上其他灵性系统的线性教导 这些教导告诉你们 在上帝面前 你们基本上是毫无价值的 生而肮脏 你们在这个盒子里吗 你们中有多少人放弃了呢 嗯 我又一部分是对的 但我不知道另一部分 它没有发生 也许你们不明白 它仍然会发生 而且还在你们的未来 等待期间你们在做什么呢 你们在轻拍你们的脚趾说 随时都可以 灵魂 让我给你们一个提示和一个秘密 你们中的许多人都在用你们的不耐 烦 恐惧 甚至对上帝的愤怒来封锁你们所要求的创造 你们封锁了它的创造 时机可能来了又走了 哦 别担心 还会有另一个回圈 是时候做出肯定了 带着成熟和优雅 在你们的头脑中 在你们未来 把它看作是成功的 并庆祝自己的富足和健康 看到自己遇到了你们所要求的情况 因为亲爱的医们 我们希望你们留在这里 你们是现实的创造者 但你们不能用第三维度范式来实现 你们不能像从小就认为你们可以那样做 你们不能用纪律和惩罚来做这件事 你们所学的一切都是上帝的管道 他不是那样工作的 这让你们吃惊吗 亲爱的朋友们 这比你们想象的更复杂 但却如此简单 当你们觉醒并发现对自己的同情和爱时 你们就可以为他人产生它 我以前说过 你们必须先爱自己 这就是同情心开始产生的地方 它是如此纯洁 这就是你们在大师赛中看到的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被你们吸引 平衡和智慧展现 你们辐射了这个 这就是你们改变地球的管道 这是同情心 它改变了你们周围的环境 新能量 新工具 新动力 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们告诉你们 你们可以与你们的先天对话 然后默默地做 这是你们自己的声音 向你们周围的大气发出 用你们自己的意识 回到你们的耳朵里 听到你们自己在说一些 比地球历史上任何时候 都更有力量的话 随着能量的转移 随着磁场的转移 以及我们所讨论的所有事情 一个新的范式出现了 它给你们自己的身体 带来了更多的力量 大声说出你们的真相 并肯定你们认为 在你们潜力范围内的事情 它们成为现实 你们对自己越是肯定 它们就会变得越真实 你们知道你们有能力 调整自己的周期吗 每天重复你们的确认 因为你们会感觉到 它正在发生 你们会知道我是对的 这就像锻炼能量 你们听到的越多 你们说的越多 神经元就会聚集在一起 创造它 你们明白吗 你们认知事物 它们就变成了你们 这是一个圆圈 你们和自己在一起 它从未如此强大 这是不同的 这与我1987年来的时候 和你们谈话时不同 甚至与十年前也不同 这是你们应得的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向你们提供这些资讯病 不是因为你们做错了什么 而是因为我们想推进这一新能量 这是你们现在可以利用的 我希望你们 以与你们来的不同的方式 离开这里 就是这样 克里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